我們進到簡報第10頁,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剛剛呢,大家都已經註冊好了 其實呢,你應該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在你的首頁對不對 那這個首頁呢,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呢 在Web S裡面 它有兩種可以建立會議的方式 第一種 就是所謂的個人會議室 那這個呢,網址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呢 它 只要 每次 上課 我都 進同一個網址就好 不過說真的 如果老師有不同的課程 我就比較 不建議老師用這樣 或者比較不是那麼熟悉的 不是固定團隊 通常這樣的方式 就比較不方便 反而比較危險 那 下面這一種呢,就是 你可以直接指定 什麼日期 比如說像我已經有排定一個今天的 我就時間到了 那我就可以進去 它會先把這個網址產生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上面這一種 上面這一種 是用 個人會議室 所以網址是固定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 但是呢,如果你是用排定的 這個呢 它就會隨機產生 在這裡 有沒有 它的網址 還有密碼 它還有一個叫 會議號 都是隨機產生 那這樣子是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這些就是用一次而已 所以呢 老師基本上 我們大部分還是建議老師 就是用排定的這一種 當然你可以選擇 排定馬上就開始 或者是指定的時間 都可以 這個是 兩種的 那再來就是 怎麼參加會議 現在就是要老師來當學生的時候 您進到簡報第11頁 我已經安排好這個 第二次的緣行 有沒有,您進到簡報第11頁 找到了對不對 那麼 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 就是您使用所謂的會議號跟密碼 因為當你產生 我們產生了一個會議之後 它有兩種方式 這個呢 您就直接用瀏覽器就可以登錄了 第二個 是會議 它也會有一個專屬的網址 不過呢 這個必須要使用軟體 因為現在大家都沒有安裝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上面這一個 那請問你會議號跟密碼在哪裡 李佳 有沒有看到 這種密碼 大家應該會很喜歡的吧 有沒有好猜 所以呢 您就點開這個網址 點開它 點開 好 點開之後 有沒有一個加入會議 假設 您沒有登錄也是可以的喔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嘛 參加會的人是不用 對不對 但是 你現在打了之後 請問進得去嗎 不好意思 主持人還沒有開會 我還沒有進去你不能進去 哈哈哈 這是避免 小朋友進去裡面亂玩 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等我一下 我先主持人進去一下 我的主持人在這裡 我按下開始 我按下開始 這時候 老師先進去裡面 那您看 他就問我要安裝有沒有 還是要用瀏覽器 有沒有看到可以從下面瀏覽器 所以如果您剛剛打進去了 他也會問你這件事情 我就跟他講 我就用瀏覽器就好了 我先不安裝軟體 好他問你了 你們家的麥克風可不可以用 那當然要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 按允許 好 那要不要 請他展示功能 這個我們就先跳過來 先看看他能不能抓到 那因為我這邊呢 有兩台麥克風 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 所以 我要找一下 我的應該是第二台的 好然後視訊 我是另外一個 嗯 視訊 視訊 打開 OK 這樣進來 確定 那我再 他 連線進去了 好現在連線進去 那等我進來了 各位 您就可以用剛剛那一組 會議代號跟密碼 簡報第11頁裡面的 您就可以登入進來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各位有沒有進來 現在是只有我一個 有沒有 那我看一下我的 視訊 視訊 好有一位老師進來囉 我把我的視訊設定一下 請他抓對 請他抓對 OK抓到了 這樣 這位老師其實就會看到我的視訊 我的視訊在他的上面 點到這裡 OK 有沒有我的視訊在下面 好我等大家一下喔 一個原則老師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您在教室裡面想要跟同學先練習的話 因為我們都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說那個麥克風會回送 你要先靜音 理論上來講 我們一般預設子都會 設定成 就是我主持會議的話 一進來 大家都是靜音的 等到您要開的時候再開這樣子 不然的話他會有回收的情形 有沒有老師進得來 現在大部分老師都進來了對不對 那您就可以從右手邊 這個地方 你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這個人 你可以看到現在有哪些人在這邊 那如果我們要做 就是詢問的時候 他有內建 下面這裡 有聊天的 文字式的 在這邊 您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去詢問說 同學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 這樣了解 其實你們現在都看到我的大的畫面嘛 對不對 往上視訊 但是老師應該知道有沒有一點點delay 可能 不算太多 那我這邊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請問直播跟 視訊會議到底差別在哪裡 您覺得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都一樣嗎 那我們為什麼不跟老師講 直播教學就好 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直播 以現在來講 因為直播我不知道人數會有多少 對不對 所以說 直播跟 會議最大一個不同 你會發現 只要是屬於 遠距會議的系統 或軟體 他們一定告訴你 我的上限是多少 因為會議 因為會議的話 他不能 delay太久 delay太久 你講了 哇糟糕等到 一分鐘兩分鐘之後 那個人才聽到 是不是在回應就比較慢 就跟你講電話一樣啊 講了 然後他沒回應 你會等多久 你會問 有沒有聽到 結果他一分鐘 老師我有 他運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直播 至少 通常 大概會 delay 30到1分鐘 以上 他的 目標群眾 不確定嘛 所以說人多的時候 delay情形會更嚴重 但他至少看得到 那麼如果是視訊會議 他delay通常會在5秒以內 所以說 這個5秒以內 大家的接受度就比較高一點 我相信老師也看過 電視上有沒有 就是在棚內就直播 那個SNG車啊 你如果有看過他們在報導 你就知道 他在那裡講的時候 他會先聽 會等一下 他不會馬上就講 為什麼 要確定訊號都 OK了 他記者才會開始講話 就像這樣子 所以 這樣第一個 先打個預防針有沒有問題 好 那所以您如果說 我要在這裡 講一下 然後打進去 您就可以看到 好就可以看到 那麼 每一個人呢 在這邊 進來之後 如果說 你發現 這位同學 A同學 怪怪的 或者他沒有靜音 你可以怎麼樣 把他設為靜音 這個地方 一個是聊天 因為你們都沒有麥克風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辦法把你們設靜音 然後我看到了 這位老師有沒有發現 他顏色 長得更加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從手機上來的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一個這個 這樣我可以幫他靜音 有沒有 或者他講話 就可以 這樣了解了嗎 如果這位同學 真的情緒不穩定的話 你應該知道 不能把他踢出去 先請他到大廳休息一下 會有 會有同學會來亂的 講來亂是因為 他們覺得很興奮 不過 反正最近這個疫 這波疫情 我也有寫了好幾篇文章 同學都滿心期待遠距教學 老師是非常的 抗拒遠距教學 家長是忙得不可開交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覺得說 這樣很興奮 我又可以在家邊吃東西 你又管不到我 上下課我自己決定就好啦 我有沒有看你應該知道啊 那 我 只要有眼睛在那裡 就好了 我在做什麼你又看不到 所以 就會這樣 那這個儀式大廳呢 也是 Web S一個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說 你還不至於把他驅逐出進來 就要先把他請出去一下 那 跟他溝通好 再進來 可以再重新把他加進來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是您在使用Web S 的時候第一個 怎麼進來 然後呢 大致上我們講的 這個叫做 教室現場的 管理嘛 對不對 先了解一下 那再來呢 如果老師真的準備要上課了怎麼辦 你現在準備要上課了 那當然老師可能會像這樣 把簡報就打開了 對不對 或者是您的這個 假設 這個 可能是 網頁啦 或是 那個一般的 Office的文件 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樣把他這個畫面 給他們看喔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共用內容 你把它按下去 你可以選擇 我是要整個螢幕都出去 還是只有某一個應用程式 那麼 一般來講 其實大部分 老師家裡面應該比較沒有 雙螢幕吧 對不對 這位老師 自願分享他的畫面有沒有 突然又跳掉了 賣照啊 就是你按下去 就可以選擇了 那 如果說 老師有雙螢幕的話 就像我們現在現場一樣 其實這樣是比較好的 方法 為什麼 其實你看我前面這邊有雙螢幕 我就一個螢幕分享給你 另外一個螢幕怎麼樣 我來做我的這些操控是比較容易 那如果老師沒有 那您就只好用 某一個應用程式 欸我點下去了 您是不是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 哪一個應用程式 有沒有 你看我這邊 是不是有好幾個畫面都在這裡 都在這邊 比如說像 我在這邊 某一個應用程式 我可以直接 發給你看 那我也可以選擇 Google Chrome裡面 哪一個分印 就是我現在那個分印裡面是哪一個 這樣也OK 如果我這邊 先給各位看一個 好這個畫面好了 我就分享 我再按一下 我分享一下 這個分印 請問老師這樣有看到我的畫面了嗎 有的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看到的 是跟你們的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還是看到各位的畫面 這樣你了解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畫面 你的視訊看到我畫面但是 我的廣播系統你應該看到我看到什麼吧 你看你另外一個螢幕 就是我廣播那一個 有沒有老師是看到自己的 所以 因為我廣播那個畫面給你的 我是不是廣播這個畫面給你 對不對 所以老師就知道自己要認真操作了 這樣了解了嗎 等於你現在是當學生 可是你是又看到我的畫面 知道學生跟老師的畫面差在哪裡了吧 如果我現在是在這邊操作的 那就沒有問題跟你在 視訊會裡面看到是一模一樣 可是如果我要問一下 同學有沒有問題 我在這裡這樣問 是不是就沒有用 我就要回到哪裡 是要回到我的這邊 回來問這邊 同學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 有問題的 你就可以進到這個 會聊天這邊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提問 然後老師再來做回答 當然 其實說真的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是比較建議老師 就 有問題的同學你就用麥克風講 比如說像這邊我就把 同學的麥克風就打開 有沒有 當然如果 您覺得啦 這也是靜音啦 那如果 您覺得說現在 現場太吵了 你就按全部靜音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這個也可以 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做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為什麼要老師先當一下學生 因為你這樣 尤其我們這邊那麼方便 就是雙螢幕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整個 會議的 整個蓋關 不管從老師 角度看 從學生角度看 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 這樣了解 所以你說會議系統難不難 老實講不難 現在反而是老師 跟同學要適應一下 這樣的所謂的上課方式 好上課方式 OK 所以麻煩老師 你先試看看喔 如果想要 發言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發言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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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